身份認同 講一講身份認同 英文叫sense of identity 於是 剛才討論了的東西 究竟身份認同 的定義是什麼 而身份認同的定義 忍耐一下 裡面 其實剛才林弘正講過 什麼叫肯定 其實我們會說 身份就是 認何為認同 抄下這四個字 看到這個字嗎 接受程度 其實就是 剛才講的肯定 這個字的意思 究竟你有多接受自己的身份 這個就是 簡單來說身份認同的定義 OK 而 接受程度呢 其實是會受到一些因素影響的 我們簡單來說一個Factor 嗯 補充多一點 其實接受程度呢 關什麼事呢 就跟一個 有幾相同 有幾相異呢 有一個關係 例如 例如如果你在一個群體裡面 你發覺你做的事 跟其他人很相同 那你會覺得 好像近一點 但是如果你發覺 和你做的事 非常之不同的時候呢 那就相異了 那好了 身份認同去到最後呢 影響了什麼呢 其實說到底呢 都只不過是在說 究竟他對這個群體 有沒有一個歸屬感 知道嗎 知道嗎 怎樣影響到一個人 有沒有歸屬感 你可以解釋 就是你有幾接受自己的身份 你接受自己在那個群體裡面的身份呢 你的歸屬感就怎樣呢 就會高 反之易言 你發覺你做的事跟他很不同 然後你不接受自己在那個群體裡面的身份的話呢 你的歸屬感就會相對比較低 OK 那雖然說這件事好像很 好 怎樣說呢 好像很客觀地描述一件事 但我想呢 你們每一個呢 記得一下 說這件事的時候呢 其實跟你自己很有關係 即是你說 這件事放在中國 行不行得通呢 你會問自己是否一個中國人 有些人會說是 有些人會很尷尬地這樣說是 有些人會猶疑 好了 再圈小一點一個圈 再問了 在學校裡面 你有多少歸屬感呢 即你是 你是不是一個 即是說你是一個 你有幾喜歡現在 你有幾喜歡現在學校呢 OK 真的很廢話出名 那你自己知道 於是歸屬感有高和低的分別 其實跟你自己有關係的 OK OK 好了 於是呢 呃 我們再問 回到這個圈 所以呢 不同的 想你記得這件事 哈 不同層次呢 就會有不同的身份認同 OK 中國可以在一個圈 香港可以是另一層 學校也可以是另一層 OK 所以呢 基於你 旁邊的群體的背景呢 不同的話 就會導致你的認同感 不同 OK 所以呢 呃 補充一點點 歸屬感呢 也可以說回 你有幾認同那個地方 所以也是認同感 好啦 而你看到我剛才呢 重複說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其實身份認同呢 有什麼影響它呢 其實就是關於那個群體的事 那為什麼去到現在才說這件事呢 因為你會發覺呢 其實不同的圈呢 這裏就代表不同的群體 OK 所以基於各圈不同 你的歸屬感也都可以有差別 而每一個呢 你都可以分開看 OK 好了 講完一些因素 定義了 於是呢 我們再問一下身份認同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構成你身份認同的過程呢 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呢 就是 譬如我是一個學生 我成為一 去成為二 成為三 學校給你的印象 和圈子給你的感覺呢 是不同的 OK 可能一開始你會覺得 那間學校和我不是很熟 或者我很快就會回家 但是慢慢習慣了呢 你會有一些東西呢 習慣性你是想在學校做的 有些是你在學校參與的 有些是你是喜歡學校的 OK 那些是慢慢的增加 怎麼來的呢 過程是怎樣的呢 OK 我給少許時間你想一下 同一時間我講一下呢 客觀地描述 究竟 這個東西是怎樣建立 OK 好了 過程就是說 你會說 在問身份認同的方式 建立認同的方式 兩個字而已 就是剛才討論過的 叫做比較 好了 逢親講比較 比較呢 起碼你要知道呢 是 比較著 什麼 OK 好了 你會發覺呢 比較著著什麼呢 就是比較著自己呢 的一些東西 然後呢 如果 這件事呢 是同的話呢 那你那個認同感就加 如果比較這件事 是容易的話呢 你的認同感就會比較差 好了 於是我就問 這一格東西會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有想法 怎麼形容那個比較的東西呢 我們很多時候講的時候呢 都將這個 subject 隱藏了 就是譬如說 總之 我跟他同 我的認同感就比較多 我跟他不同 我在這個群體的認同感就比較差 那究竟這一塊是什麼呢 那究竟這一塊是什麼呢 有沒有一些詞語可以給我 我說幫我聽 這一塊是什麼 想不想 但是發覺跟你日常生活有關的 總之我 我的 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生存 跟別人不同 那我就認同感差一點 那我們怎麼形容這件事呢 有一個字的 OK 不是 你簡單來說 你的行為模式 或者說得簡單一點 是怎麼樣 你的為人是怎麼樣 或者你的取向 你做人的原則 通通這三樣東西呢 其實都可以用來比較 令到你在那個圈子 或者那個群體裡面呢 你覺得你參與的程度多些 或者少些 OK 好 好了 呃 群體說了多了少少 好了 另外有沒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 會影響到你覺得 你 是很屬於這個地方的呢 我簡單說 除了群體之外 群體很明顯 有些是屬於後天 有些是屬於先天的 例如先天是什麼 譬如 家庭的群體 你脫不脫的 你爸爸媽媽 你祖父祖母那些 所以呢 先天那些 可以是什麼呢 中族 或者血緣 OK 這些是拔不得的 好了 但如果後天的話 有些什麼會令到你覺得 OK 我覺得 我和這個群體close 我不斷重複覺得這個字 其實第一個就是你的感受 究竟這個群體有什麼觀感給你 你可能覺得感覺好的 那你就覺得 這個東西是值得的 除了這個之外 社會上有傳媒 受影響 第三就是個人的意識 什麼叫個人意識呢 那就是說呢 你做什麼 做人的原則 或者社會 怎樣 塑造多一種 你做人應該要有的意識 這個東西呢 都很影響到 你的身份 所以就是 嗯 同樣的事情呢 就會一起做 不一樣的 大家就會分開 所以個人意識呢 都影響自己的身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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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